刚开始的一个活动 太好了 所以吴大哥跟我们讲到 刚刚提到登山是看到大自然的美丽 那吴大哥谈到 登山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可以解忧忘忧 第二个可以做身体检查 那第三个是可以找灵感 遇到困难的时候 去山上安静一下 可以想到好多好多将来可以做的事情 太棒了 来我们问一下秀真 秀真你觉得登山最迷人的地方在哪里 他让我获得相当多的智慧 智慧 尤其是人生的智慧 人生的智慧 对我现在 跟人学不到跟山学得到 对快40岁了 但是我有20年的时间都在爬山 都跟山接触 那当然除了朋友 知识 还有就是智慧 对所以我在山里面是可以获得这些东西的 有点抽象 要不要跟我说明一下 到底山可以教你什么智慧 我只知道老师会教你智慧 同学可以教你智慧 但是山启发给你是哪一种的智慧 其实就让你脚踏实低 因为就是要靠双腿 那我们都是要从低处开始胖 不可能说直接从空中就降落 一步一脚印 对一步一脚印 然后体会过程 那这个过程就是让我学习到非常多的 这个人生的知识 对包括我们刚刚说的 安公嫁瓜的生死 然后其实那时候跟吴大哥有些误会 然后在麦肯尼我们又恢复了那个友情 什么误会 刚刚讲哇这八怪 因为登顶的时候下来可能就是因为吴大哥可能也累了 所以他就是一路往前走 他走 就不理人了 他的脚踏很快 没有他有带我通过那个最难的那个风口 那他可能也是以为说秀真会跟来 结果没想到吴大哥一走 我就越看他越走越远 然后因为那个雾马上就来了 我就不知道 看不到路了 对看不到路了 然后我曾经要试着找路 可是走到悬崖又爬回来 不过后来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先登顶 后面有外国人 所以外国人在下来的时候 我就跟他一起下来下去 下去之后 我当然就是很生气的跟吴大哥说 为什么你没有等我这样子 臭骂一顿 对 就是会就是有误会 然后吴大哥认为我就骂他这样子 然后一直到麦肯尼我觉得就是 多久 半年 这个气也生了太久了一点 没有没有因为我们回来之后 就没有机会碰面 对又开始另外做了爬山才又开始 所以当下就是跟这个吴大哥 就是我们登完顶之后 这就是你的不是 没有没有我们蛮理智的 大家出外都是朋友到互相照应 你怎么那么冷酷 因为我想说后半段的路剩下一点点 早一点到营地储东西 刚才是好意了 对这是一个误会 所以就是就这样因错阳差就有一些误会 所以我们在麦肯尼和解的时候 当下是比登顶还开心 对所以那时候 都是好朋友干嘛生气 对那时候会觉得说人生就是追求的是圆满 所以我都常常去跟人家分享说其实在你跟人家朋友也好亲人也好 就算你最亲密的这个太太也好先生也好 有误会的时候一定要去解开 要不然当你要闭上眼睛的时候 你挂念的还是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就是三有 你看又要哭了真是的 三给我最大的一个智慧 对智慧 所以吴大哥你以后还是不要那么出之大业 有时候要帮助人 不一定是男生女生都是要帮助的 不他也是要帮助 只是他也许不知道怎么表达 对对 吴大哥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 人家恨你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 有啊 谢谢不好意思这个不要再逼问了 来问一下智豪 三给你什么样的智慧 我觉得我是用一个比较逆向思考 因为每次人家问我说你上山有什么乐趣的时候 我也想要访问他说那你没有上山 又有什么乐趣 你窝在家里看电视 做宅男 对对对 看一天的电视玩一天的电脑有什么乐趣 没错 那我觉得就像陈董 那个大哥秀珍他们刚刚都有提过 山上有很多 吸引你的地方 对美丽的景物 那我觉得我们都是动物进化来的 所以我们还有很大一部分都还在向往着那个自然 那对我来讲上山就有回家的感觉 对不是像爱人有一种让你很舒服在那个环境中很舒服 什么都市丛林不是你的家山上才是你的家 可能我们进化比较不完全 哈哈哈哈哈哈 应该搞啊 对对对 比较接近新兴那一点 所以基本上你觉得上山有让你回家的感觉 对对对 那家的感觉是怎么样 放松 放松 温馨 自然 舒坦 回归自然 处置泰人这样 真的真的 这个声音上有句话说 人出于尘土还要回归尘土 我们到山上去感觉到说人是如此的渺小 有一天我们说不定也是要回去的 所以山给你感觉好像回家 好我们归纳一下刚刚多位朋友们谈到 山对他们最大的吸引力是如此的大自然是如此的美丽 赐给我们很大的智慧 还有呢让我们有灵感 然后呢也让我们可以在山里面 对自己的身体跟各种状况得到一种医治 特别是心理也可以医治 我们的忧郁也可以医治 当然山呢就好像给各位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我们的朋友们 如果你有机会心里面在平地上感觉到很苦闷跟痛苦的时候 到山上去 爬的越高看的越远的时候 你的心胸很豁达开朗 什么都不用计较了 就可以去和解了 对 听下广告稍后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他们最近刚刚在5月19号完成七鼎峰的壮举 那么登到了全世界最高峰 圣母峰 也就是埃福勒斯峰 也就是我们叫朱木朗玛峰 那么我们的三位登山英雄都登上去了 所以我们这次要问一下 这次我们登到圣母峰整个的过程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听说也花了好几个礼拜 去了很久 我们先请领队跟我们讲一下 爬这种圣母峰的路线 8000公尺以上的山 它的攀登模式是有一个 因为带有一点高度适应 所以它的爬上方式很像是精致打型的 你从基地影到地影可能来回差不多六趟七趟 然后夜上面到第四影的话 就是宫顶就是刚好一趟 所以它的时间大部分就是花在高度适应 或者是粮食的硬补 所以它的时间 所以这样的时间会比较长 就是要适应它那个高度要好几趟 先是高度适应之后 适应完了以后就开始运补 运补的问题 就是的装备 好 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要问一下秀珍 太厉害了 全世界的女性 这个登了七顶峰 而且登了圣母峰 南侧北侧全部都登过的女性 唯一的一位就是我们的秀珍 太厉害 不管从西藏也去过 从尼泊尔也去过 来讲一讲 登圣母峰的一些秘诀 其实就是循序渐进 一样是要慢 慢 因为你到高海拔 我们刚刚 要急 对 吴大哥讲的就是 氧气量变少了 所以你一定要慢慢的去适应 空气非常吸薄 对 非常的吸薄 所以你要慢慢的适应 然后心情要放轻松 不要太急 不要太紧张 然后吃得下 睡得着 拉得出来 真的啊 对 这么难吗 很难 如果你是在平地 没问题啊 能吃能睡能拉 对 你如果到五千公尺以上的话呢 因为五千公尺以上 其实是不适合人 很难呼吸 对 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 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 对 长期居住的地方 所以 在那个时候 你还能够吃喝拉睡 还能够唱卡拉OK 是 很不容易 对 很不容易 所以在那个 那时候感觉是很不舒服是怎么样 如果你没有适应的话 就非常不舒服 比如说 上气不接下去 睡 对 睡也睡不好 吃也吃不好 对 所谓的吃不好是怎样 就是可能